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哭水期河阳湖口县江湖两侧倒置机关 更多内容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2月27号第九届中国温泉旅游推广季 在宜春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举办 此次活动由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峰会主办 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承办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旅游协会省文旅厅 有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温泉企业会员代表等300多人参加 一年一度的中国温泉旅游推广季 是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主办的温泉旅游行业品牌活动 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参与温泉企业多 在开幕式上 广东 福建 云南 重庆 浙江 内蒙古等9省57家温泉企业获得全制认证牌匾 13家温泉山庄获得第八批次五星 四星 三星级温泉 同时 与会多位温泉专家学者以明月山温汤镇复西温泉康阳产业发展模式为案例 共同研判温泉旅游行业发展大计 深入研究康阳产品创新与升级 推动温泉旅游高质量发展 通过我们这次参会的嘉宾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有200名全国温泉业界的大咖齐聚一堂 来分享交流温泉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典型案例 我认为这对明月山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通过承办这样子的活动 明月山也能向全国的同行 乃至全世界的同行 展现出我们后一期时代 这个快速复苏 迅速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实力和动力 展现了我们明月山的品牌 突出了我们明月山的形象 连日来 随着天气回暖 不少地方花朵迎春绽放 美不慎收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探春 在阎山葛仙村白亩梅林园暗香园 含苞带放的梅花 悠香浮动 岔子英红 春色满园 经常在朵朵梅花 烂烂清晃神移 榴莲忘法 葛仙村的梅花花期为2月中旬至3月上旬 今年以来 葛仙村共计接待超过2万人次赏花游客 在赣州宁都县田头镇 千亩梨花迎春静香绽放 漫山的梨花烂漫盛开 花团紧促 洁白素雅 点缀于青山绿叶之间 与秀美乡村相映成画 勾勒出一幅春意盎然的秀美乡村图 在平香市上里县长平香 两千亩油菜花静香绽放 花丛中 田耿上 一波波的游人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 玩得不亦乐乎 看着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心情顿时都美丽了 就因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嘛 然后我们就进去这个油菜花地里面拍照 都能看得到蝴蝶蜜蜂这些啊 就很美丽 今天跟朋友一起过来这里拍照 然后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丽 图片率也特别的高 置身在这片花海中 空气弥漫着春天的气息 让我感觉到十分的放松 地处干西区的长平村 过去交通不便 缺乏支柱产业 近年来 当地通过动员群众发展大户 坚持以一季油菜 一季水稻的耕种方式 打造农旅融合特色产业带 春日一片花海 秋来满目倒碎 每年接待游客超过十万人次 不仅美了乡村 也富了百姓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日前 新渝雨水区举行2023年重点文旅项目 集中签约即开工启动仪式 此次集中签约开工的35个重点文旅项目 预计总投资12.27亿元 计划年内完成9.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以钢铁工业旅游项目和新钢美食街改造提升项目 百丈风景区全域旅游项目 凉山下保景区提升项目 七江古村落旅游开发项目 罗坊文化旅游基地建设项目 等5个特快攻坚重点文旅项目为统领 带领其他29个重点文旅项目全面实施 2月27号 颇阳湖与长江交汇处 清拙分界线清晰可见 出现江水清澈 湖水浑浊的江湖两色倒置景观 三大原因造成它的颜色不一样 首先第一 含沙亮 还有一个河床的高低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流向不一样 长江的水是自欺向东流的 颇阳湖的水是由南而北流 所以说就形成了它的颜色不一样了 江湖两色是一处自然景观 站在湖口县石中山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颇阳湖与长江交汇融合 每年的涨水期或者长江三峡放水期 受泥沙的影响 长江水呈黄褐色 颇阳湖水呈青绿色 凉水交汇 清拙分明 堪称奇观 然而在枯水期加上三峡观察蓄水 导致江湖两色倒置 在每年的这个枯水期来看的话呢 它的颜色就相反来着 就是长江的水就显得更清澈 培阳湖的水呢就显得更浑浊一些了 当然了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看江湖两色最佳的一个时间节点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